- 藍白相间的背心 紫长裤黄布鞋 一身夏日运动风 反而因为八月底的音乐爱演唱会 排练俏皮又性感的舞步 突破自己的尺度 大胆扭臀 妩媚的舞姿猛杀现场媒体的底片 难道筹杯演唱会过程遇到的困难 梁文英表示 心运啊 很感谢上帝 这一次其实每一个过程都算是刚刚好 其实我在看行程表的时候 要排练团 因为live band嘛 然后又要排练舞 然后还有一些 自己的一些特别的演出需要准备 可是一切都在那个程序里面 就是如果真的很用心在准备的话 其实就没有理由说时间不够 毕竟演唱会是 是非常慎重的 就不希望让歌迷期待这么久 然后又失望 选择比过去更动感的舞步 梁文英不希望让歌迷失望 努力练舞 她说 我一直都不在台湾嘛 所以等于我在国外的时候 在饭店要自己一直 一直放音乐条 因为它有很多是一直甩屁股的动作 然后老师又要我甩的幅度大一点 就是这样很用力的甩 那我自己就是会穿 会穿很少很少的裤子 看自己的屁股的肉可以甩多少的 就是你屁股的肌肉 一般都是可能你坐着嘛 然后站着 没有特别去操一下她 现在因为要跳这首歌 我刚唱的第一天回去 真的屁股好酸 就是从我的腰到屁股 因为平常就跑步嘛 所以现在其实有特别去练一下屁股 就是让屁股更有力 在台上 台上又要比现在更夸张一点 所以加上衣服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屁股真的有应该有变到 台湾警报记者洪家如李观彦采访报道 在台湾警报道 我认识地说